就登基了。虽然这看起来非常的诡异,而且赵匡义的死怎么看都和赵匡义有关,但是按照规制,赵匡义确实有极位的权力,也因此有了谋杀的动机。 成为皇帝的赵匡义,表现出了他的野心和壮志,他要创立一番新事业。 作为新朝,赵匡义势必要先处理好前朝的事情,他后代了和宋太祖有关的人事,纷纷加官进爵,善待其后代,连赵匡义要治罪的人他都赦免了。 与此同时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,他逐渐将自己的团队人员渗入朝中个职,替换了前朝的臣子,罢免了一些老臣,将他们派到接近京师的地方,以便于控制他们。 他为了增加官吏中的新鲜人才,还扩大了科学取士人数,在赵匡义觉得地位稳固之后,就继续完成统一天下的伟业。 南方吴越势力,迫于宋朝的政治压力,向宋朝归降。 赵匡义派潘美领兵北上伐北汉,后又亲自出征,打败了辽国的援军,这次一举拿下了北汉。 这次胜利让赵匡义开启了北伐之战,他不听仲臣的建议,执意打这场仗,准备攻下燕京,甚至御驾轻征,但不想他自己重剑受了伤, 这场仗也没能赢下来。 在胶纸内乱爆发之时,有上套建议趁此机会挥师南伐,赵匡义听从了这个建议,发兵南下,欲要顺势拿下胶纸,但这个计划没能成功。 这赵匡义的北伐之心始终不死,他又派几路大军继续北伐,尽管中路和西路的军队行进的还算顺利,但东路却遭到重创,没能和其他陆军队会合,最终溃败。 如此一来,其他两路军队也不得不撤退,新路的主将为了做掩护而被俘,后来绝食死去。 赵匡义又发兵西夏,可几乎都是战败,西夏实在厌恶战争,便提出了议和,赵匡义手下的将领,都是些经不住大场面的庸禄之人,会临阵脱逃。 加略得的财富,都分给了当地人民,得到了人民的支。 迟,次年就攻破了成都,还建立了政权大署,赵匡义知道了以后便派兵征讨,两年后,起义军失败。 赵匡义是个有理想有报复的人,不甘虚居人下,要做就做领头的那个,但是毛泽东评价他,说他不是个懂得用兵的人,根本不是契丹的敌手, 失败多次后,辽国仍然用旧法打败宋,宋却没有自省,根本没有将帅之才,而且为了登基不择手段,算不得君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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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